春台风氏族连议员们也熬夜在看比赛 今天出席代言活动的陈延熙说 不管他支持哪队哪队就会被淘汰 被朋友戏称为章鱼歌 而新歌的金曲歌王林俊杰为了支持氏族 粉丝见面会也举办成足球赛 要和歌迷们一起同乐 氏族赛打得如火如荼 春台风氏族连议员们也一样 今天出席代言活动的陈延熙 最近被朋友称为章鱼歌 因为他支持哪队哪一队就会被淘汰 冠军赛逼近陈延熙支持哪一队 成为大家惯性的焦点 冠军赛我还在犹豫 因为就是阿根廷有梅西 然后我很喜欢梅西 然后可是德国今年又踢得很好 我觉得他们就是 感觉也很有冠军项 所以我还在犹豫 我真的喜欢梅西 我觉得就是当然他球技过人 这不用讲 可是就是他每次踢进球 或者是他们那队赢 他都有一个很腼腆的笑容 我觉得好可爱 风世竹的还有新科金曲 歌王林俊杰 常为了看球赛熬夜 为了自己的歌友会 跟办了足球赛 穿穿自己最爱的德国队主场球衣 就是希望德国队能夺冠 我穿了这个全身的这个 主场的德国的这个 Jersey的球衣 希望德国可以也穿主场 然后也得冠军 虽然我好像真的是比较容易输 但是我相信这次阿根廷一定会赢的 因为德国他们有名的是什么 就香肠而已嘛 对不对 运人们各有所好 最后究竟是德国还是阿根廷 抱走大力悬碑 13日就简分享 新唐人电视是李嘉卫 成为摩台湾台报导